好 现在我们这一节最后 我们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假如这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我已经知道 您知道A是这样 问你A是不是可以对角化 可否对角化 并且让你求一下A的五四方 您知道A的具体形式了 就是三乘三的一个矩阵 问你它是不是可以对角化 如果是的话 其实没说是 不管是不是你都求一下A肯定是 要不然你A的五四幂很难求的 因为它还乘四遍 很麻烦 如果可对角化的话 就可能会变得非常简单 好 我第一次讲过的 如果可对角化它的幂次 如果算140幂都可以算 我们解一下 首先呢 它上去还是求它的特征值和特征限量 只有求出特征值和特征限量来 然后用一下刚才的定理一或者定理二 你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可以对角化 所以上去还是先解特征方程 nm的I-A 好 直接写一下 对角线上都用nm的减 nm的减1 nm的减4 nm的减0 其他位置都变成负的 负1 1 2 2 2 4 它 这个行列是呢 你一定要注意 我刚才我以前说过 你不要直接展开 先把它找一下规律 比如我可以这个 在哪儿削一下 而且削了以后 发现这个 跟这个一加正好是nm的减2 这个也是nm的减2 挺好 所以我把最后一列 加到第二列 第一列先不动 2 2 那么第三列加到第二列 再来变成了0 nm的减2 nm的减2 1 2 nm 这样你就可以把第二列里面提出一个nm的减2 而且提完了以后 变成了1 1 这两个1 我完全可以用这个1 再把这个1削掉 为什么不让它削它呢 因为这个nm的 我可以用这个全是数 加到这一行 这样好一点 相当于把第二列 第二行乘以-1 加到第三行 第一行不动 第二行也不动 把第二行乘以-1 加到第三行 第三行变成了0 0 nm的减2 好 这个就变得很简单了 我直接可以按照最后一行 把展开这两个东西都变成0了 就等于nm的减2 再乘一个nm的减2 就平方 然后乘以这个 这个就是nm的减1 它一乘减去0 这样自然就一时分解了 所以它的特征值是nm的1 等nm的2 等于2 这是二重的 nm的2 是一个二重的 它有两个 这个二重的nm的3 等于1 这个是一重的 一重的你就不要验证了 它的重数就是1 它肯定可以取出一个特征限量的 观点是你验证一下 当 nm的20 我验证一下 它的 是不是可对的话的话 我就要验证一下 它的基础解析里面到底有几个限量 当然你可以具体解出来 但是其实我刚才讲定理2的时候已经讲过 你只要判断一下它代呼机以后这个系数矩阵 代呼机以后这个系数矩阵 代呼机以后这个系数矩阵 nm的i 解 就要把它的形式写出来 然后把它单上2 2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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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乘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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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只要验证一下这个矩阵 它的质是多少 就可以了 显然这个矩阵质特别容易求 它把它 第一行下去 第二行乘以2 第二行全下等0了 再乘以第三行全下等0 所以它只有一行非0的 化成阶梯性以后 只有这一行非0 所以它的质 显然是等于1的 它的质等于1 说明它的基础解析里面相当的个数 应该是3-1等于2 正好跟它的重述是一样的 所以它一定是可以对角化的 如果只要判断可对角化的话 到这一步已经完事了 但是最后具体还要求A5 具体具体的要求出来 所以最好还是把它基础解析解一下 光求它的质等于1 是不行的 我们具体解一下 就是把它 乘以α等于0解一下 α等于 这个结果5 很多遍了 其实现在一方的组 所以我直接把结果给大家写一下 当α等于1的时候 我解出来以后是 等于2的时候 我解出来是两个 一个是110 一个是-101 解出来两个 你记住解析里面应该正好有两个 跟这个质加起来 这个1加起来应该正好等于3 解出来两个 好了当α等于1的时候 把1带回去 这时候解出来是另一个特征向量 它只要提供一个就可以 它解出来是122 大家可以回自己算一下验证一下 如果你发现我这里算错了 可以跟我联系一下 好 这样三个特征向量都有了 这它的特征向量肯定是先与无关的 等于取自不同的特征值的 这两个是先与无关的 它取一堆 它取一个肯定是先与无关的 可以直接把它作为P 所以P就等于把它三个摆出来就可以 110-101122 就是P把它们作为列向量摆出来就可以了 而同样最后得到的对角型 那么大就是把对应的特征值摆出来 注意特征值摆的时候 既然特征向量是按照这个顺序摆的 你特征值必须跟特征向量对上 所以必须先摆2 2 2 最后摆1 当然这两列是可以交换的 因为它们是属于同一个2的 这两个2交换一下 这两个2交换一下 没有关系 但是注意这个1跟它们之间是不能交换的 它是属于不同的特征值的 相同特征值这个特征值 P可以随便 这两个也可以换 第一两个第二列是可以换的 而且这里面P-1 AP等于这个lambda 这里A就是原来这个矩阵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把P把它的逆矩阵求一下 求逆矩阵的方法 除等变换的方法 好 求一下P-1 然后再乘以A再乘以P 看一下是不是等于这个结果 肯定是应该等于的 好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结论以后 那A的五四米就很容易算了 因为我们这个结论可以得到 A等于P lambda P-1 大家看到我相当于把两边乘了一个P 又乘一个P-1 这样你可以得到 所以A的五四米就等于P P-1的五四米 这个每次乘一下 每次乘一下中间的都下去了 就等于P的五四米P乘以 lambda的五四米 P-1 这个结果非常容易算 这个结果非常容易算 把P带进去 把P-1算进去 那么五四米特别好算 二二一 它的五四米是三十二三十二一 三十二三十二一 R乘以P-1 这个结果呢 我直接给大家写一下 你可以自己回去算一下 这个结果 啊 这个结果 写的 这样 很麻烦啊 啊 应该是这个结果 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结果 有可能顺序 航着顺序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这里原来算的时候 跟这里算的时候 顺序有点不一样 大家回去给自己算一下 结果应该是这样 顺序 航着顺序 这个顺序应该没关系 这样 顺序有可能是有点变动 好 这样这个 可对角化的条件 我们就讲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